主料,排骨500克,玉米200克,粉丝10克,辅料,油,盐,料酒,鸡粉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新鲜排骨,洗净,放在盆里,加料酒鸡粉5香粉生抽,揉几下,腌制10分钟,玉米洗净,切成段,锅里油烧热,放葱花包香,之后放进去腌制好的排骨, 排骨,翻炒,排骨翻炒大约3分钟,把玉米放进去,翻炒,加点盐,粉丝先用开始泡好,将炒好的排骨玉米粉丝,放进高压锅,开火10分钟,关火,就好了,出锅的时候放点葱花,烹饪技巧,排骨也可以不腌制,用开始桌子一下,但是味道不鲜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